今天周低新闻为你独家专访到政务委员张善震来谈经济 一起来看看 然后又有一个图利不图利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不讲这个技术 我想一个观念 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对不对 好我在注册个账号的时候 除了注册我的密码以外 我在注册个手机号码 所以呢 我要登录的时候 我登录我的账号跟密码 第二个密码它要你输入 可是那密码是它送一个临时的密码 送到你手机 你就拿出你的手机 现在这临时的密码是XYZ123 你敲XYZ123敲进去 除非你手机也被同样的骇客偷走 这几率有多高 非常少对不对 所以你就敲XY123 它就说OK 手机打进来这密码 跟我刚刚送到你手机简讯是一样的 我认为双重认证通过了 这个是一个做法 那你说过个五分钟 我要重新登录 他又问了我说 你的手机密码 这个时候我再看一下 我手机刚刚他送给我的简讯 已经不是了 你是ABC 那个567 所以这个密码是随着时间 不断地在变的 而且是只送到你手机 你登录的时候 他知道你要登录了 你张三任这个人登录 张三任的手机是几号 他送那个手机号码一个简讯 所以前提是你手机不能掉 那你说那这个又是数位落差 因为很多穷苦的人没有手机 对不对 可是有取代的方式 这技术我就不讲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 没有手机人不能用 不会这样子 基本上就两道认证 OK两道认证 双重的认证应该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对对对 不过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报导说呢 您非常喜欢看CSI 因为呢你觉得CSI呢 这个分析犯罪现场 有一点点像您在网路上面抓害客一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爱看CSI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它里面用了很多技术 其实现在并不是已经可以做到的 而是有点科幻 所以我觉得看那电影 有点给你一个未来的憧憬 或是未来的想象 说将来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尤其这一年都跟美国人接触 我觉得美国人 我们有时候笑他什么数学不好 物理不好 但是人家创意非常好 你必须要承认 你看做出来的一些动画电影多好看 对不对 阿班达什么的 一样的好 这个也是一个创意的地方 那所以 对不起 那个刚刚问题讲到一半 那个所以这个创意能够 你刚刚的问题 我忘掉后半段 没有我们刚刚其实就是在谈说 您为什么会从这个 您为什么会这么常看CSI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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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我这个有时候脑筋一下 差太太远 所以CSI可以让我感受到一下 科幻的想象力 科幻的创造力 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这个 它的抽丝剥茧 抽丝剥茧 它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其实有时候你老实说看CSI 它场景换得太快 你会跟不上 好不过我们说到这个骇客 其实大家现在很担心 也是在国安方面 尤其中国大陆的骇客 现在这么多这么的厉害 那么我们了解到说 其实您在2007年时候 当时就跟当时马主席 现在马总统碰过面 谈论 谈过这个有关于这个国安报告 那么现在您要正式来接任了 您有什么想法呢 回归我一开始讲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政府单位对于这个 接受资讯安全的这个监控 其实有的单位是蛮被动的 那他做这事情就不会很投入 那所以碍于压力 那当然反过来讲 他对这厂商服务的这个接受度 也就是不是很接受 有的时候就是虚拟故事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把它要落实 其实我们现在技术不是不好 是没有落实 如果真的能够落实的话 这比例 这个防御的安全度比例可以提高很多 第二就是说 我希望说在这个资讯安全的市场里面 可以创造一些我们厂商发挥的一些创意的空间 过去难免有一些 我们叫蟑螂公司 透过一些立委的官说 得到一些案子 我觉得我这个时候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名义代表 你的助理 如果说去关心一些机关的采购案 千万不要影响到资讯安全的采购 这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资讯安全出问题 是会漏掉我们国家机密的 我们也看到有些公司 过去有些案子 很不幸的落入这种公司里面 所以我要把体质调好 意思就是说 这种市场的健康 然后能够做到更好 其实也就够了